放上新鮮的蚵仔 打入一顆蛋 接著淋上老闆調配過的麵糊 加入些許蔬菜 一份酥脆口感的蚵仔煎就完成了 這裡是位在南紫區的一間 蚵仔煎專賣店 一到中午的用餐時間 老闆的手就停不下來 蚵仔煎我是喜歡吃脆的 所以其實我們 就是有去做了很多的方法 去做讓這個蚵仔煎 讓它脆一點 其實我們在外面吃到的 都是比較Q版的蚵仔煎 然後就算再怎麼脆 也比較沒有像我想像中的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想說就是 我們自己喜歡的樣子 給客人這樣子 除了酥脆好吃的蚵仔煎 老闆還貼心的推出了 蚵仔煎尬麵的組合 讓食量較大的顧客 來這裡也能吃得更飽足 蚵仔煎就是單吃 對於男生來講比較沒有飽足感 所以我們想說那就 我先生也喜歡吃鍋燒液麵 就把它融合在一起這樣子 然後加不同麵體這樣 讓就是不管是上班族還是男生 對比較吃得比較有飽足感這樣子 蚵仔煎尬麵的組合較少見 滿滿的一份卻不知道該從何下手 老闆也貼心的跟我們介紹 他認為這個組合最好吃的吃法 建議的吃法 因為其實我們上面都會淋紅醬 對就是可以直接從中間化開 然後把那個醬汁跟我們的麵體 融合在一起 然後上面的醬汁呢 就會均勻鋪在那個蚵仔煎上面 其實你在吃到蚵仔煎的時候 可以吃到香氣 也可以吃到那個紅醬 提起來的酸酸甜甜的味道 其實在夏天 不管是夏天啊 或者是冬天 其實都還滿開胃的 老闆自己喜愛酥脆的口感 因此也用心在外帶的包裝上 通風的設計 讓蚵仔煎不會因為燜住而變軟 回到家一樣酥脆好吃 因為我喜歡吃脆的 所以在外帶的時候 我們都會特別把它 就是讓它通風一下 因為其實蚵仔煎 這個脆脆的蚵仔煎有一個特性 就是它燜久了 或者是太熱 它其實就會軟掉 就回去就有點可惜啊 對然後為了讓大家 回到家的時候 打開還是一樣就是脆脆的 所以我們都會 把它放在通風的地方 其實我們這個 有一個很大的特色 即使它兩個還是很好吃 對所以我們覺得 即使要讓客人拿到 如果涼掉 至少它還是脆的 還是好吃的 老闆花了許多心力 在改良配方以及包裝上 只因為想做出 自己也愛吃的蚵仔煎 也讓古早味美食 有了更不一樣的風味 記得周福慶 如荫家高雄報導